大家好,現在來介紹節拍器的使用方法 在畫面裡看到的是我用的應用程式 首先我把速度調到136BPM 在設定的地方找到一個節奏訓練的選項 就是現在畫面上我關了又開的節奏訓練 這個選項裡面有兩個參數 是播放的小結束跟靜音的小結束 現在畫面是8個小結靜音跟8個小結播放 我要把它調整成一個小結靜音、三個小結播放 現在來聽聽看這個設定 現在把畫面轉橫 練習的時候 在這個空著的一個小結 盡量保持速度穩定 在這個部分的子讓我來看 五個小結束 一個小結束 在這一個小結束 其實可以不太有意思 讓我看到一個小結束 在這個包裂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刚刚打的没有很准 现在我要把后面的设置静音的小节数调整成两个小节 播放也是两个小节 一样是四个小节唯一循环 但现在由于静音的小节数拉长了 所以要更专注在体会速度 并且保持一样的速度感 我现在要更专注在体会速度感到最后 我打得有點快 這裡快的更多 還沒有抓到速度 這邊有稍微好一點 P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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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我要示範靜音三個小節,只播放一個小節 這個練習的精神是我們要記住一種速度的感覺 而不是依賴節拍器給予的速度 準備好小節,可以先打成全高音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